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33集 在雪梅寻找白小春身份上的问题时 血西宗内也出现了一些传闻 这些传闻来自施丰 据说那施丰雪子在获得了白小春的灵药后立刻闭关 如今虽还没有出关 可却有强悍的波动从施丰的雪子殿内不断的升起 这波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尤其是邵泽丰与吴明峰的雪子更是留意 他们三人平日里都相差无几 可眼下很明显的 施丰雪子似乎有所突破 哪怕不可能踏入金丹 可对于施丰而言 一具烈尸的突破 也就可以让自身的战力突飞猛进 如此一来 邵泽丰与吴明峰的雪子就有些着急了 数日后的清晨 白小春的洞府外 邵泽丰大长老化作一道长虹急速而来 老夫邵泽丰寒春冬 夜市地可在洞府内 邵泽丰大长老身体极为魁梧 高大威武 全身上下散发出浓重的气血之感 身为炼体修士 他站在那里仿佛是一座山峰 更有惊人的威压扩散开来 就连声音也都浑厚无比 白小春洞府外的那些血树面孔 一个个瑟瑟发抖 可却不敢如以往那样逃走 外人虽然可怕 但在他们眼中 夜葬更可怕 此刻只能咬牙站在那里 眼巴巴的看着邵泽丰的大长老 白小春正在洞府内打坐 在邵泽丰大长老来临前的几个呼吸中 他就有所察觉 此刻听闻外面的传音 白小春有些诧异 隐隐猜到了对方所为何事 沉吟片刻 他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洞府大门打开 血树得到了命令 迅速的让开了一条道路 邵泽丰大长老迈步一晃 直接走入洞府外的院子内 与此同时 白小春也从洞府内走出 两个人目光对望的瞬间 邵泽丰大长老哈哈一笑抱拳败见 哈哈哈哈 夜师弟 当年你从血涯下走出时 我就知道你极为不凡 可惜你当时选择的是这中风 如果是我邵泽丰就好了 白小春 微微一笑 这笑容在他的面具上看去 略有阴森 充满了冷冽 抱拳回礼 邵泽丰大长老亲自到来 叶末这里 彭比声辉 请 话语接 邵泽丰大长老也没客气 跟着白小春进了洞府 分座两旁后 邵泽丰的大长老又不断开口 叶师弟修为不俗 更是天自惊人 后继薄发 亦飞称天 中风能有叶师弟在 是中风之幸事啊 白小春一听这话 立刻高兴 可是却保持神色肃然 寒笑不语 尤其是叶师弟 更是被老祖看中 未来不可限量 邵泽丰大长老感慨开口 又说起玄丹二宗的战争 讨论了血系宗内的大小事情 换着方法不断的去捧白小春 白小春表面上风轻云淡 可心底却美滋滋的 听着对方的吹捧 他觉得很是傲然 时而点头 时而摇头 时而哈哈一笑 直至过去了半个时辰 少泽丰大长老 琢磨着自己开场的差不多了 正要说起正事呢 可却看到白小春 眼中的鼓励之意 他迟疑了一下 于是再次吹捧一番 夜葬师弟一表人才 人中龙凤啊 放眼我整个血系宗 能与夜葬师弟齐名之辈 不超过五指之数啊 又过去了一炷香 少泽丰大长老说的有些口干舌燥 琢磨着应该差不多了 可一看白小春那儿 发现对方兴致正浓 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吹捧中 少泽丰大长老迟疑了一下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来求对方办事的 于是一咬牙 绞尽脑汁去想各种吹捧的言辞 直到又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少泽丰大长老发现自己实在没词了 可白小春那边却兴致更大 哎 你怎么不说了 白小春 诧异的看向少泽丰大长老 这少泽丰大长老觉得这一幕很怪异 咬牙使劲的又憋出了几句后 最终长叹了一声 觉得眼前这个业脏高深莫测 自己不可将对方视为寻常之辈 于是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拜 夜师弟实在是高明啊 韩某佩服佩服 既如此 韩某也就不绕圈子了 这一次韩某到来 实在是为师弟你抱不平啊 夜师弟要道惊人 曾为师封炼过灵药 可那师封众人却丧尽天良 不但不知道感恩 反而去怨恨夜师弟 白小春一听这话 也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神色阴沉下来冷横了一声 尤其是那师封大长老与血子 更是过分 夜师弟可是为了他们炼制灵药 他们竟还要迁怒夜师弟 此事太过分了 夜师弟放心 此事我邵泽峰血子 以上禀宗门 为夜师弟 讨回一个公道 邵泽峰大长老 义愤填膺 话语间 扫了白小春一眼 多谢邵泽峰大长老与血子 此事已过去了 罢了罢了 通过此事 夜某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哎 夜师弟无需和我们客气 夜师弟溺血繁足 本就具备炼体资质 更有蛮鬼护体 与我邵泽峰就是一家人 啊 哈哈哈哈 邵泽峰大长老 哈哈一笑 那师封不识好歹 咱们以后不理会他们就是了 可咱们彼此是一家人 这样 夜师弟 你给我们邵泽峰炼一炉灵药 老夫保证 你就算是把邵泽峰给蹦了 老夫与血子也都不皱一下眉头 邵泽峰大长老一拍胸口 看向了白小春 白小春略一沉意 这个 夜师弟放心 规矩我懂 邵泽峰大长老 从怀里拿出一个橱袋 放在了白小春的面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白小春目光一扫 拿起楚袋看了一眼 这里面装着大量的药草 还有不少零食 白小春内心满意 正要开口时忽然神色微动 那哨子峰大长老也是皱起眉头 看向洞府外 夜师弟在不在啊 老夫吴明峰大长老 耿乾坤 东府外 吴明峰大长老那位诸儒 此刻正站在那里 神色如常 可心中却有些焦急 他原本对于找白小春炼药之事 有些犹豫 就连吴明峰的血子也是如此 可当他今日听说 邵泽峰大长老出现在了中风后 那他就坐不住了 尤其是吴明峰的血子更是着急 催促他立刻到来 说什么也要让白小春为吴明峰烈药 白小春眨了眨眼 起身走出洞府迎接吴明峰大长老的到来 很快的就带着吴明峰大长老回到了洞府内 吴明峰大长老刚一进来 立刻就看到了韩春多 二人目光对望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竞争之意 这朱如一开口就立刻充满了霸意 还没等白小春说话 一旁的寒春东冷横 木然起身 天内煞气轰然爆发 表情森然 叶师弟 之前除代内的只是一部分玉府而已 只要叶师弟先给我们烈药 那么我们邵泽峰内的炼体密法 对叶师弟全部开放 你可以来修行我邵泽峰密法 邵泽峰大长老一咬牙 谁也不知道白小春炼药的时间长短 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 对方炼药耗费时日是极度 尤其是眼下开战在即 极有可能在战前只能为一人炼药 所以这个先手 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血子争夺 此刻他话语一出 白小春立刻动容 对于邵泽峰的炼体之法 他也有想去研究一下 看看与自己的不死倦 有什么不同之处 一旁的侏儒也是吃了一惊 看到白小春动容后 他一咬牙 叶藏师弟 我吴明峰也为师弟你准备了一个魔头 师弟可以修行我吴明峰的炼魔之法 他话语回荡时 韩春东立刻怒视 就在二人对峙时 白小春怦然心动 吴明峰的魔头之法一样是秘传 非吴明峰的修士想要学习 需要耗费海量的贡献点 其价值之大难以形容 叶藏师弟 做事情有先来后到 这一次是我邵泽峰先来找叶师弟你炼药 还请师弟仔细斟酌 韩春东看向白小春 叶藏师弟 我吴明峰付出的可是双倍啊 诸如也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揉了揉眉心 目光在这二人身上扫过后 哈哈一笑 的确要有先来后到 我会先去邵泽峰 还请吴明峰大长老与血子见谅 至于双份没有必要 二位都是代表背后的血子 这样好了 叶某给你们一个承诺 我无论给谁先炼药 赚争钱 你们双峰的灵药 一定都可以炼制出来 少泽峰与吴明峰的这两个大长老 听闻此话都神色微动 他们彼此也不愿意如此抬价 此刻眼看白小春很是圆滑 于是好感更多 彼此点了点头后 又与白小春攀台一番 最终都满意的抱拳一摆 这才离去 白小春目送二人离开 回到洞府后 他盘夕坐在那里 沉思片刻后 黑黑一笑 师封有我绿毛家 吴明峰弄个大魔头 邵泽峰上练过体 中峰勾过大长老 这样的话 我在血西宗的地位 就可以做到举足轻重了 不落于血子长老 到时候再帮宋军晚成为血子 我成为大长老的可能性 那就更大了不少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